至于在慈祭的整个元件工作方面呢 现在已经除了在第一步的各项的医疗 益整工艺热食以及灾区的身心复卫之外 中长城的计划也都拟定出来了 其中呢包括透过了警医教室要开展出希望工程 另外呢在复卫病苦方面除了现行的益整服务站 跟网诊之外也要跟当地的医院来进行各项的合作 希望教育跟医疗并重 那么在希望工程方面呢 现在是元件四所的中小学 总共要完成68间的教室 11间的办公室 其间的位于设备跟一间的厨房 而至于在医疗的合作方面呢 则是由花莲慈禁医院跟十方医院 共同签订了姐妹院的协定 所以呢在灾后各项的医疗资源 大家必须要重整而且相互援助 谈起四川震灾的情况 回到台湾已经好几天的震灾团成员 心情起伏还是很大 心依旧挂念 他很舍不得我们 因为毕竟他们才刚刚失去亲人 可是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跟小朋友说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很想念事故的话 有一天你长大了 或者是任何时候有人需要你帮忙的话 你也不定把你的双手伸出去帮忙别人 地震震毁了家园也震坏了当地的公共工程 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慈激基金会经过和当地政府协商之后 确定于落水中学 落水中心小学 八一小学还有林杰中学 投入简易教室搭建工作 预计搭建教室68间 办公室12间 还包括其他生活设备 比较大的一个工程就是落水中学的简易教室 包括他的生活区 生活区当然就是宿舍 还有他们的厨房等等 这个比较大的工程 是可以容纳1200个同学的这个大的学校 简易教室的成立 预估可以让4624名学生 有重新学习的地方 目前落水八一小学的简易教室 绑屋结构已接近完成 所有简易教室工程计划在7月中完成 我们包括围墙大门都给他们做 绿化美化还有净化 环境的美化 我们都会做到 虽然是简易教室 但是新的很安全 里面照明通风等等 我们是顾虑的非常好 其实跟一般的教室是完全没有两样的 另外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心理重建也不能等 慈激基金会也和十方市签订交流协议 协助医疗人文与重建的工作 根据统计到6月2号为止 慈激基金会投入的志工人力 总共超过1700人次 提供热食服务超过8万人次 医者服务也超过5000人次 同时也发动全球31个国家的慈激志工 共同响意募稀募款摘介活动 希望将人人的善念汇聚成大爱力量 虔诚未受灾民众来祈福 来新闻教育品 我是云台北报道 虽然名称叫做简易教室 但是整根的施工细节是丝毫不能够马虎的 而到目前为止呢 这项的工作就是希望在四川的孩子教育不能够中断 现在有四所中小学的简易教室的工程呢 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而其中进度最快的是在落水 八一小学的八间简易教室已经接近完工了 带你来看看最新目前所收到的画面 那么由于八一小学的校地比较小 校室规模不大 所以你的轻运瓦砾跟教室施工的进度是比较迅速的 安装教室的墙板以及屋顶几乎都已经完成了 只剩下教室的门板的物料 在今天晚上送达之后 明天就可以进行门板的安装工作 换句话说 到时候整个的教室工程就几乎全部完工了 最后剩下的是地面的粉光跟环境工程 而工程第二快速的则是林杰中学 目前校园已经整地完毕 等待工程队进驻施工 另外还有一个落水中心小学 目前正在进行校地的放样丈量的工作 施工用的砖头呢都已经运到工地堆放了 而落水中学由于是小学中学高中的一个完全学校规模比较大 所以整个的校地整地的工作呢还在赶工当中 这是慈济所援建的四所学校的简易教室 目前的最新进度 而您所看到的画面也是现在正在锦罗密鼓进行的各项施工的情形 我们最新收到的画面 好硬体的工程正在锦罗密鼓的进行当中 至于在软体的部分包括了身心的肤胃 还有对于叙叙多多病苦的肤胃 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画面当中所看到的特别是很多的小朋友呢 现在开始在身心复位当中也可以扮演起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今天一整天 慈济之工仍然是分两路 包括呢在尊道镇的这边的这个彭花村 还有呢在落水这边的落水二小柳河社区 继续供应热食进行居家访式 当然彭花村这边还有个很特别的服务就是帮忙易剪头发 那么刚刚提到了检疫教室已经接近完工了 然后许许多多的志工 现在呢心上的石头也放了下来 那么让小朋友可以有地方可以念书了 大家心也安了下来 而且呢还发现这边的很多的小朋友 已经呢经过专家在现场做了这个调查之后 发现他们真的有所谓的灾后症后群 这是慈济医院这一次的台中分野的精神科医师 蔡瑞峰在现场所做的一个现场调查 他发现三分之二小朋友至少出现一种的灾后症后群 所以蔡医师也特别把握这个机缘 为孩子们进行一场心灵治疗 让他们可以放松也放下心中的各种压力 到现在还不敢去想地震的事情了 请你举手 问问小朋友有没有做噩梦 不敢睡觉或吃不下饭 小朋友一个个举起手来 自己医院台中分院蔡瑞峰医师的问题 可是有意义的调查 因为这代表现场三十一位小朋友当中 三分之二的心里有留下地震的阴影 其实有超过大概三分之二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是有那种恐惧害怕的感觉 跟一些症状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很进一步的了解跟处理 学校垮了 现在孩子没有学校可读 别约孩子打打闹闹的很开心 其实地震阴影是埋在心里 蔡医师特别在帐篷里为小朋友来场心理辅导 现在那个气球 感觉那个气球 右手上的气球变成两个 那个他的力量好像越来越大的感觉 越来越大的感觉 闭起眼睛在蔡医师的导引下 小朋友幻想自己随着气球飞上天空 第一次参加这种辅导的小朋友觉得很有趣 师伯怎么教你们 怎么导引你们 让我们闭上眼睛 把自己的身体放轻松 那你真的有放轻松了吗 放轻松了 那现在舒服吗 舒服 慈悸一诊现场成了孩子游乐学习的地方 因为这有师兄师姐照顾 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照顾身体 辅导心灵 慈悸心灾团江丽文黄霖号 四川报道 说透过专业的心灵治疗帮孩子抒压之外 慈悸志工能展开爱的激励的时候 也没忘了让小小志工一起来参与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正是孩子们学习放下 学习付出的最好的身心复健 所以这次在免竹地区蓬花村 当医师要进行各个帐篷区的亡诊的时候呢 有孩子们所组成的小小志工队就陪同了一起出发 一生亡诊结束呢 他们就会开始唱歌啦 还会献上祝福 所以呢在灾区里面 现在就多了很多孩子们同志的歌声跟笑声 当然也给居民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穿起背心跟着慈悸赈灾团圆 齐步往前走 小志工这一天有新任务 有没有很开心来这边做志工 有 有没有 有 有 大家来到临时帐篷完整 医护人员带来的是专业医疗访式 小朋友则负责带来欢乐温暖 朋友 永远祝福你 唱歌的这群孩子 其实也都是这次四川地震的受害者 慈悸人鼓励小幼苗 带着他们用行善的欢喜 忘却地震的伤痛 小朋友把这几天跟着慈悸师姑师伯学来的歌曲 献学献卖 一趟访式完整 增添更多快乐 都常讲我其实如果在家里 真的有出个什么状况 光是搬家没搬完 我自己就觉得很烦 那他们现在是家园 家园都这样就夸了回了 但是他们都还是觉得人在就好 在访式的部分 今天我们已经 我们有个案的 整个个案的记录登记 就有点把 本来是很临时的 好像打野战的这样的 现在已经把它正式的规划 孩子纯真歌声 有如天籁 抚慰着惶恐的心灵 灾区的这群小志工 了解受人点滴 涌泉以报的道理 彼此牵几手的当下 爱的效应 已经在棉竹市蓬花村 蔓延开来 此季征灾团蔡新宜 王昭忠 四川棉竹采访报道 有点